女孩撅着屁股卖力地擦着 突然一双高档皮鞋出现在她面前 她竟用擦地的抹布去擦客人的鞋 下一秒她就被手下拽进房间 只名为这个黑老大服务 老板娘却大惊失色 因为这个女人是个傻子 也正因如此她看到黑老大满身的伤口时 没有一点的害怕 尽心尽力地为她按摩 当她捏到老大的左腿时呆住了 居然是一只金属做成的假腿 可面对假腿女孩也卖力地去按摩 这份呆呆傻傻的气质引起了黑老大的注意 就被老板娘拿走了 把她的缘换成了缘 这些钱只够女孩买一些槟榔吃 但就这已经让她很高兴了 而买槟榔回来的路上 阿桃又碰到了黑老大沙巴 这回她热情地给了对方一个青槟榔 面对女孩单纯地善意 沙巴回应了微笑 那颗冷硬的心不自觉地也跟着融化 阿桃从小出生自越南农村 每月战争结束后 越南仍埋着许多未清除干净的地雷 一天她亲眼目睹了父亲的死亡 那时她才六岁 而她的心智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阶段 长大后在一家会所做杂工 可这里是中越边境 阿桃没有赞助证 隔三差五就要被警察找上门做检查 阿桃对警察害怕极了 看到了撒腿就跑 无意间逃进了小贩阿辉的家里 阿辉本在家里看国族出战世界杯 等了半天还没见到国族的影子 忽然听到衣柜传来的呼噜声 打开柜门一看 睡得正熟的阿桃 抱着被子直愣愣地滚了出来 惊醒的阿桃看着阿辉额头 痴呆的她以为爸爸回来了 即使被阿辉送回了会所 她还是时常对阿辉念念不忘 经常拿出父亲的照片对照 坚信阿辉就是自己的爸爸 所以阿桃开始了对阿辉疯狂的骚扰 一口一口叫着她爸爸 阿辉对此烦不胜烦 毕竟她没等到国族出场 而且经营的卡拉OK小店生意很差 有时候连电费都交不起 但一天她发现了个财富密码 阿桃有着天使般的嗓音 看来上帝给她关上门的时候还留了窗 围观的众人纷纷鼓掌 阿辉立刻想到可以靠阿桃做活招牌 她去和老板娘商量借人 老板娘要求每个月给200块作为报酬 并且帮阿桃解决好赞助证的问题 虽然有点难度 但阿夏还是咬咬牙答应了下来 从此阿桃就住在了阿辉家里 她白天在阿夏家做家务 晚上就和她一起去摆摊 跟清纯的她合唱两块钱一首 不少客人们搂着她唱歌 有的人是奔着她的歌声而来 可有的人纯粹是奔着她的人而来 这天有个混混来找阿桃合唱 但她刚开唱就开始对阿桃动手动脚 阿辉看不下去了 连忙上前阻止了混混 却被混混一拳打倒了地上 虽然阿辉不敌这些来找事的人 可她从来没后悔过为阿桃挺身而出 但她只把单纯的阿桃看作妹妹 没有过任何非分之想 她的心里还住着另外一个女人 是她的初恋女友 可现在的她早已成了有钱人的老婆 每次想到她 阿辉都会难受一整晚 她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然后对阿桃说她和初恋的不是 那时她才随 和初恋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但初恋受不了苦日子 没多久就和一个有钱老板结婚了 可就算这样 阿辉也依然忘不了她 一次一个穿着时尚的女人来到她小店 正是前女友 二人再次相见 阿辉激动地说不出话 女人点了一首歌照顾阿辉的声音 她没有要钱 可阿桃却傻乎乎地追上去要钱 晚上阿辉用这笔钱喝了个烂醉 看到这么伤心的男人 阿桃的眼泪也不知道为何地直掉 深夜她钻进男人被窝 想要用自己的温暖安慰她 却让酒精上头的阿辉把持不住了 这时 阿桃却不断惊恐地喊着大门 原来是打雷的轰鸣 像极了地雷的爆炸 让阿桃回忆起了童年阴影 这让阿辉冷静了下来 自己差点做出了多么禽兽的事 第二天阿辉为了弥补昨晚的遗憾 将一个舞女叫进了家里 还把阿桃锁在门外 阿桃透过窗户看到屋内二人的场景 心里生起一股莫名的怒鸣 她不了解情爱 更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吃醋 可她感到被男人忽略的感觉是那么难受 她翻进了屋子 把二人的衣服通通扔到楼下 路过的行人立马将衣服剪了去 阿辉想追也追不回来 这让原本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阿辉愤怒地将阿桃赶了出去 听着敲打房门的声音也置之不理 忽然间阿桃的声音消失不见了 担心的阿辉急忙出门查看 却只看到她地上的行李和项链 项链里的照片让阿辉恍然大悟 阿桃将她当作了过去的父亲 她四处寻找阿桃 来到了会所询问女孩的下落 阿夏以为阿桃是真的生她气了 只能把行李交给了阿桃的姑姑 可她不知道 阿桃其实是被姑姑给绑回来了 黑老大看上了阿桃 所以姑姑要把阿桃卖给黑老大 当黑老大看见阿桃可怜兮兮 被绑在椅子上时 大声呵斥手下为何如此粗鱼 在给阿桃松绑之后 还多了满满一篮阿桃最喜欢的冰牙 单纯的阿桃把黑老大当成了好人 留在了沙巴身边 可她心里也还是记着阿辉 那是她当作爸爸的最爱的人 一天她趁着上厕所的机会 偷偷溜走了 当天晚上 阿辉就遭到了几个男人的搜查 在发现她家里没有阿桃时 他们才离开了这里 听到阿桃失踪的消息 阿辉也满肚子疑惑 她又找到了老板娘询问真相 可老板娘知道阿桃一定会来找她的 让她找到阿桃后交给自己 还给她一大笔钱 甚至勾引阿辉 可阿辉怎么会轻易的 把对自己一腔深情的女孩卖掉呢 她断然拒绝了 第二天 偷偷躲在车厢里的阿桃钻出来 当她去给女孩买早餐时 阿桃溜出来抱住了她 看到阿桃饿坏了 阿辉的心里很不适自卫 为了让阿桃摆脱黑老大的追捕 阿辉带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这里正在举办一场瑶族婚礼 眼前的场景让阿桃很是好奇 当新婚夫妇用民俗瑶手礼表达爱意识 她的心中更是泛起了一丝涟漪 婚礼结束后 阿辉却接到了老板娘的电话 原来两人无意中被人发现了 老板娘让她赶紧将阿桃送给黑老大 可还没等阿水把缘由说完 阿伟便气愤地挂掉了电话 她不知道的是 这个举动将让她后悔终生 他们休息时 阿桃把她的鞋子当成小船丸 结果不慎让鞋子冲到了瀑布下面 为了给阿夏赔罪 阿桃悄悄去给她买了一双新皮鞋 但阿夏还以为她被抓走了 她焦急地到处寻找 谁知阿桃竟抱着鞋符 在轨道对面傻乎乎地望着她 他们都在为对方着想 因为爱的种子 早就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了 他们以为可以彼此相伴很久 只要过了国经线就好了 可隔天他们在铁轨旁 意外发现沙巴就在对面 阿夏当即掉转车头 带着阿桃一路狂奔 但还是没能逃脱沙巴手下的堵截 眼看就要命丧电锯之下 他迅速拔下电线将对方放倒 此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誓死都要保护阿桃 可眼看就要救下阿桃使 一把枪抵住了他的脑袋 来人正是沙巴 一声枪响后 阿萨再也没了动静 阿桃瞬间呆滞 黑老大给他结绑 使他没有任何反抗 心里只剩下为阿辉报仇的怒误 就在黑老大开车时 阿桃趁机用枪把他抱头了 不久后电视里播报着当天的新闻 巴沙并没有要了阿辉的命 只是打伤了阿辉的腿 让他长长教训 但阿辉为阿桃顶了罪 因防卫过当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审判结束后 阿辉被警车带上了送往监狱的车 阿桃急忙追了过来 他疯了事地追上警车 抓住阿辉的手狠狠咬了一口 在最后一刻 阿桃终于学会了表达爱 但最爱他的那个人却无法见到 看着崩溃大哭的阿桃 阿桃只能默默流泪 一年后老板娘过来探监 告诉了他真相 你太冲动了 他把他无恶如女 他和阿桃 心意擦想 收到女儿了 当阿辉问起阿桃的下落时 却得知阿桃被遣返回国后 便彻底失踪 看着阿辉崩溃的神情 老板娘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悔恨自己没有早点将真相告诉阿桃 但一切已经为时已 得知阿桃失踪的阿桃寝世难安 一天忽然听到了熟悉的歌声 正是阿桃最爱唱的那首 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循着歌声 冲进了红河里 只可惜那女孩并不是阿桃 自此电影红河全片结束 阿桃是个非常特别的孩子 他干净地像家乡的天空 清澈地如多年前红河的流水 他的心灵洗涤了故事中人物的命运 邪恶的沙巴 失落的阿夏 被他驱散了阴霾 所以他和阿夏的感情 凝结成出纯粹又动人的爱